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0号 早上现在是7点02分 今天早晨出来的有点晚 所以视频拍摄的也有点晚 现在在 应该是这只手耳滴界的下高处了 看一下 前面车也停车 今天是早上就泡手 我这手 那个筋骨有点怪的 之后一直是大拇指腐肿 之后早晚 敷那个手 一个星期 做两次物理治疗 来做那个 就泡 那个叫 泡大品的那个 像辣一样的水 不知道那中文叫什么 韩语叫泡大品 就泡那个 早晚泡 但是 现在这手好得很慢 一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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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组装那个设备呀 模块什么的 这手大摩手指不能 就是 一直在使用状态他就是不愿意好 所以今天 有点晚 就是前面那一段路我就没有拍 现在是能走一半 没有一半了 今天是 1月10号 我们公司 是发工资的日子 发工资 我已经麻木了 没有什么感觉了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负债的时候 觉得 还是挺开心的 但现在就是 从你的账户当中 估计 也就是一扫而过 一般扣的信用卡固定支出什么的 绑定银行卡的 也就是 16号 16号之前也就都扣完了 这工资在 在存折里面 放不过一个星期 几天就没有 但是 完了之后 剩下的就是 紧巴巴的 从生活费里面 节省 那我们是 2月份 2月中下旬的时候 会谈那个年薪 就是一年谈一次 但是我们是 进会时 谈的时候也是 会车给多少就是多少 只是没有什么 话语权 公司一般 就是 给科长以下级别的事 没有什么 就是话语权 给多少给多少 你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现在 比谈年薪的日子 还有 今天是10号 还有一个多月 一个月 多一点 不知道今天 公司能赔多少 去年 是 公司赔了 很多钱 说 我们是涨了 很少 一个月也就涨 10万多一点 今年是 股价也够 房贷利息也够 公司的效益也不太好 公司的效益也不太好 卖出的 去年一年 好像卖出64个亿 和人民币 合人民币多钱 一个亿是50万 10个亿500 500启6 5630 3000万 3000万多一点 4个亿 就是200万 3200万 人民币 5个亿 现在是离过年越来越近了 我们是 20号那天 能发一次奖金 不知道奖金 能发多少 是基本工资的50% 还是100% 就不一定 有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是 给发基本工资的100% 那样的 能有个 不到200万 就发50% 也就90多万 就是基本工资是他怎么算的 就是 按韩国的 最低工资算的 最低按小时那么算的基本工资 他是为了少扣税 完了之后 我们公司是没有什么加班的 他就 按加班给你算 按加班 让他给你那么报 按加班给你报的话 他就是扣的税 什么是大保险的 交的税啊 所有的税 那样的 交的少 现在7点09了 还是黑天的 我每天都是走这个小路 这个小路 比较不堵车 车手 你要走那个 加山那边那个大桥 然后那边路就飞灯了 这个小路还可以 是个道路 响 这两边都是就是木洞 木洞这边是拆迁盖的 两边都在盖那个阿巴特 盖那个大楼 楼群 估计这边房价以后能不低呀 这个这片 洞迁的比较多 这边铁皮围起来的就是里面都是工地的 接着拍 其实 我每天 拍一些 自己的 零零水 琐事 什么 就是一些简单的视频 现在 坚持 一年内 打到1000个订阅者 和那个 4000个小时 为了凑这个数 就是天天 我计划是每天拍一个视频 有的时候可能 也有达不到的时候 其实拍这个视频 就是一定 要有个规律性 这样的话 他系统 就是 你每天拍视频 他就往 YouTube上推你的视频 一些 像我这样 就是 在规设上班的 收入少的 不妨也试试 不妨也试一下 不妨也试一样的什么 是开始 拍一下 这个YouTube 试一下 基本要求就是 一个月 一个月的达到 不是 一年 达到 1000个订阅者 4000个小时的播放量 这样的话 你先注册一个谷歌的email 之后 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他就是 那个谷歌那边 会给你发那个 发那个邮件 让你那个 填那个 银行的 存折呀 什么的 还有那个 叫什么呀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什么会员的身份 这样的话 往后开始就是 开始有钱 像我现在都是 刚刚起步 才40 未定位者 订阅者 就没有 没有什么钱 是 40个 1000个的话 还 路还远着呢 播放量这个 可以找一些技巧啊 什么的 啊 找找亲亲朋友啊 什么的 订阅一下 那个 播 看一下 也行 之后自己 可以 那什么 就是 多注册几个账号啊 把它做 那么播一下 也行 订阅者 但是订阅者这个 达到以前这个 不太容易 今天 说这个 收入和奖金 还有这个 办这个 YouTube 是怎么弄的 是怎么弄的 怎么弄才能有钱 得达到什么要求 可以详细的情况啊 因为在这里说的 都说的话有点 话有点吵 再说没有 他们官方说的那么标准 就是去那个 YouTube 那个 软件上 去查找YouTube的那个 帮助 去帮助里面看一下 他那里面就是有详细的介绍 创收的那个 基本要求 那里面就最基本的就是达到 1000位订阅者 4000个小时 我放量在一年之内 之后 还有其他你要是达到这个要求的之后 卖达到这个之前 他就是视频登录 他就给你插 插播一些广告啊 还有一些 就是 为了不看广告完了他们订的那个YouTube的会员 一个月好像是 9900 9900那个韩币吧 不知道在 别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收费 这样的话就是 你看什么视频没有广告 就是 这样的会员 看你的视频的时候 你的视频 也有收益 当做一份 第2份那种 收入吧 就是可以 试一下 希望我的订阅者 也都是 志同道合的 我相信 观看我视频的人也是 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 我 我以后 主要拨的就是 这方面 我是怎么从零做起的 怎么能 就是 能达到一份那个 收入哈 不算了很多 就是可以定一个 定一个目标 一百 往了一千 一万 这样的话 一开始不要定那么多的那个 高那么大的希望 就是定一个小目标 一次做得太累的话 也会坚持不住 就是 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做这个视频啊什么的 不要影响你正常的生活 就可以了 所以说 我是利用这个 上班和下班的时间 早上晚上 拍一些 视频之后 完了之后 出去 溜达的时候 拍一些 这样的话 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在家的时候 没有像 他们那些专业的人 就是花很多 花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去剪辑视频 这样的话 就是 我感觉 人就要崩溃了 有那种感觉 不要为了就是 那种收入 后去拍视频 那样的话 一开始会很累 资产很然的 达到那个目的是最好的 但是稍加一些 技巧 技巧和那个 和你那个努力 那种坚持 我想 一年 能达到这种要求 要坚持 不懈的 就是每天都努力 至少一个视频 怎么的 我相信是可以 因为视频嘛 就是 越拍越有感觉 之后 越拍 胆量越大 慢慢就 有进步了 我也觉得 是自己 拍视频这种路子 还有这个 慢慢有进步那种感觉 因为我现在是到 到这个 涂山了 下这个桥就是涂山 到公司了 希望大家 也努力一下 也试一下 看看 拍视频 适不适合 自己 说不定 哪一天 你也会成为 拍视频的一个高手 一个民间高手 昨天晚上 我也是 学了一些 剪辑方面的 软件 什么的 看了一下 我想以后 慢慢的 自己也学一下 那个 视频剪辑 学一下 这方面的技巧 能出 能剪辑出 更好的作品 非常感谢大家 能看到这 祝你们有一个 美好的一天 拜拜 我们下一个 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 最后 我们下一个 再说 有一个 我们下一个 软件的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软件的 我们下一个 软件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